我從2004年 SNQ的這個審查組織開始 今年邁入11年 像我們審查會都是9點開始 蘇老師原來不會知道 關於這個SNQ這樣相比的審查 蘇老師他開始通常都不會講話 但他只要講話的時候 如果放最快線的地方 他還可以出來 任何一個廠商 他所提出來的產品 就叫做我們回問的無知系 比較有趣的是 他會去審下來 給你這些廠商的建議 而且他自己非常非常的公正 蘇老師都非常的堅囂的這樣子 在看待 他非常掌握的時間 就是這個目標 像這一次四十一 四十一本 我發六點卡 穿新線應該要加強 就是自己要有這個原化的穿新線 開發這個新的這個產品 我想這個是將來對於這個市場上面的發展 是一個重要的 SNQ對消費者有相當的幫助 所以我想這個要繼續做下去 ICU 掭撼 鼻子 4 50 sub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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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